是一個事業心很重的人 他亦都會想的很長遠 你想想如果一些人事業心很重 他會覺得我人生每一件事都是投資 每一件事都是要計過度過 不要將來拖一下自己的事業 近來我見到都是為了一些錢 工作這些東西去煩惱 你就是一個非常情感的人 你的感情世界很豐富 你會表達到很多情緒 你的情緒很波濤洶湧 我剛才說他事心比較重 連帶也是對錢比較著緊 很簡單你事業為了甚麼 你工作 你真的為了現在的人說 工作滿意 為了賺錢 即是他事工作深重的話 其實他對錢也是會著緊的 好了 這裏就是完全講這些東西 今天是2022年的3月20號 而我製作這條片的時間是晚上8點多 你知不知道這條片是關於甚麼的呢 就是關於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春分 首先要說一聲 Sorry 其實我不應該說Sorry 因為我也是受害者 這個受害是甚麼害呢 最近很多突發事情很忙 我都暫未能夠去復活我的 promise 其實我一直都搞到我很樂樂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有責任感的 我是不喜歡拖的 但是我明白 我之前一直都在說 白羊 水平 和 處女座的人 會走 衰運 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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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多都好像有點印象了 2號 我記得一個是2月2號出生的水平 接著一個是13號還是15號 忘記了 是13還是15 接著還有一個是2月18的 這三天都會是差中之差 還有處女 放心不是全部處女 是8月23的處女 接著很多人就說 原來譚詠麟和葉劉 都是在8月23出生的 總之 接下來一直會走衰運 我一直說了很久 我也答應了大家很久 我會去解說 怎樣衰發 和怎樣趨急避兇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去做這件事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些什麼呢 第一 香港無端端地震 接著蔣鎮又死了 接著今天有春分 這麼多這些突發事件 我之前一直沒有討論 當然我知道 我之前會知道今天春分 但是 總之突如其來 他加了一些work load給我 搞到 那三個星座的那些衰運 我要遲些才開始 我真的不想 我已經很盡我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我都要去平衡我自己的work life rest play 平衡 還有 我想說 其實我都在開始做了 那裡的開始 但是最煩 是什麼呢 賴水瓶座 因為 水瓶座那裡 如果我真的要教他避兇 嘩 頭都大了 其實我是可以 講到 起碼24個methods OK 如果我還要細分 我甚至可以講到 你當作三十六個methods 那我是不是真的在影片裡 教了三十六種水平 根據那個星盤 教了三十六種辦法 唉 所以 因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要不就真的找了三十六個methods 要不就全部不講 我現在都還在爭取 因為 我真的開始埋手搞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不行 我真的會 我真的一講 就要講三十六種methods 我都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不講 不特別講水平 總之 所以那裡的事情 搞得我非常之頭痕 OK 所以 但是anyways 回來 今天 嗯 原來 今晚 3月20日 日晚 11點33分 是 春分 的時候 就好了 By the way 我想說 今年的春分有點早 因為 通常 十之有九的春分 都是3月21日 但是今年就是 3月20日 但anyways 現在我們在 3月20日的夜晚 23點33分 即是差27分鐘 就去到21分鐘 即是去到21日 那就是 基本上 你都當不是早了很多 OK 如果用中式計算的話 這個23點33分 其實已經算是 3月21日的指示了 OK anyways 好 那 春分是什麼呢 天文學上 現在給了一個 天文學的解釋 就是 全球來說 OK 除了 除了南北極點附近 原來 秋夜 幾乎是一個 等長的 OK 即是 六點太陽起 收山 即是 你那個日夜 是差不多等長的 跟秋分一樣 是的 而且 同時很特別的 這幾天 太陽 是會在 正東方 升起 和正西方 下 而 這個春分 慢慢過了之後 北半球 就開始會 日長夜短 而南半球 就開始會 日 短 夜 長 因為 這個春分 在北半球 就是我們慢慢進入 春天 夏天 天日就越來越暖 大家知道 南半球的氣候是相反的 其實這個等於 他們的秋天開始 他們就會 秋天 冬天慢慢變成 越來越冷 然後 甚至慢慢去到六七月 我們北半球人 北半球人放暑假 然後南半球 就是那些什麼 澳洲 紐西蘭那些人 他們就會開始放寒假 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這回事 好 以上是一個天文學的解釋 其實 我們經常說 24節氣 是吧 中國有24節氣 其實西洋 其實我們都會看這些節氣 我們不單止有春分 當然隔了半年之後 就有秋分 而夏冬有什麼 我們就沒有夏分和冬分 但是有夏至和冬至 冬至就是大家經常吃冬至飯 所以這些東西 無論在天文學 在尖聲學 在中 在西 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 好了 現在說回尖聲學 春分代表什麼呢 原來就是 太陽會離開雙魚座 而步入白羊座 所以在尖聲學的角度來講 它就代表春天的來臨 但是如果是中式的來講 我們之前就是春節 立春立春 其實那個已經是 春天的到來 但是這個春分會是一個分水嶺 再一個里程碑 但是無論如何 去回山陽尖聲 原來 當太陽步入白羊座 我們會當它是一個新一年的開始 或者是一個新的尖聲年的開始 這個一年之計 正所謂 當然這個時刻 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會非常之特別 我們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那個聲場 那接下來會對大家有什麼影響 正如 中式師傅 還不是經常跟你說 今年立春八字 怎樣怎樣怎樣 就跟你說今年整年的運勢 那在新人尖聲來說 我們就去看 春分那一下的 春分圖 那個星圖 那它會提供一個主體能量 一個主體能量 一個整年的 但是尤其是 是在來的那一季 即是 這個春天 由 春分 到夏至之前 到夏天之前 那 究竟這一季的能量會怎樣 大家有什麼注意 但是 理論上它最長 可以是說整年的 由今年的春分 一路去到 夏年2023的春分之前 但是 它最主要的那一季會是 即是 這個季節 這個春季 before夏季 我以前有些片 我是解釋過 這些什麼分 什麼志 那些的能量 那個範圍 大家如果有留意 我就去 即是你們應該要記得 我以前介紹過的 但是 如果是新的 Followers 那你們自己去找一下 我以前的影片 我已經忘記了哪條片 還有 我 我今天 出了 即是我YouTube的一個里程碑 因為我出超過了500條片 而這條片 會是第502條片 好 言歸盛傳 那什麼叫夏至呢 夏至就是 大家身邊的巨蟹座朋友 開始生日的時候 即是太陽入巨蟹座 通常就會在 你每一年的 一年有四季 那你將 即12個月 斬開 即隨四 即3個月叫做一個季節 那現在你3月21號 你再加多3個月 即6月21、22號 是不是 很合理 或者6月20號 但是 下次會遲一天 就21或者22號 Anyways 好了 好了 講了這麼久 是時候喝一口水 首先我們做一個回顧 我們去做一個introspection 或者retrospection 回顧 這個主題 很符合我們今天的能量 因為 響春分 即是說 太陽離開雙魚座 報有白羊座 即是說 今天是一個雙魚座 能量消逝的最後一天 而我們今天去回顧一下 過往 可能這個零月 即是一個星座月份 就是一個月 對不對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些懶散 有些 隨遇而安 什麼都很隨緣 OK 就 沒有一種大志 沒有動力 或者沒有一個人生特別的目標 特別的focus 是的 那這種是一個非常相遇的力量 讓自己去休息 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勁 但是 同時 因為過去這個月份 都沒有什麼星 在火象星座 即是 蛇手 又叫人馬 獅子 和白羊 所以我們做人 都沒有什麼火氣 但是 我們趁今天去回顧一下 我們 在過往這個零月島 又有沒有什麼 心靈上的獎盛 是的 因為雙魚座 也是講一些心靈的東西 還有我想說 今天 就是太陽是 響雙魚座最後一天 我真的經歷了一些 introspection 或者叫做retrospection 一個回顧的 我有一個回顧的人生經驗 是的 一個生活上的經驗 逼我去做一些回顧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就是因為這件事 很符合今天那個 太陽雙魚座的力量 就是彷彿 哎呀 他離開雙魚座之前 他都要逼你做一些回顧 是的 那我做一個 一個小小的personal 一個生活的sharing 給大家 那 話說今天 嗯 嗯 嗯 說真的 我有沒有生氣 你說有沒有少少 heart feeling 一定有 heart feeling OK 我不是佛 我一定有 heart feeling 但是你說我有沒有憤怒 其實我有沒有憤怒 說真的 仇恨啊那些都沒有的 是的 那 嗯 我反而我會去appreciate 其實整件事那個logic 會是怎樣呢 我覺得呢 他是戴了一副 例如說是有裂痕的眼鏡 然後他看很多東西 就會看到有裂痕 是不是 就是你當他那個filter是錯了 然後他看到我身上有裂痕 或者有傷口 那他去指出 是的 那 那 正等於 就好像有人去指出 你身上有錯誤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 但是這件事呢 我很理性地去審視 其實 我會覺得 他不是無端端走來說 我有些東西爛了 我有些東西不完美 而是我會去理解到 因為他根本去戴那副眼鏡 是出了裂痕 那 所以才導致他 看東西會見到 有些negative的東西 就是 我不單止是去double think 就是去想他為何會這樣想 那些東西 還有呢 當他去指出我那些指控的時候 我呢 首先我是很冷靜的 我沒有立刻去拒絕他 但我也沒有立刻去聽他說那些東西 我是立刻去反思一下 他對我這些指控 是不是真的呢 然後我就去反思 就是他講的這些points 當在我生命裏面發生出來的時候 我當時為何會做出一些 他見到這樣的行為 是的 我當時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我的心態是怎樣 這裏就是一個非常之introspective 或者叫做retrospective的一個行為 什麼叫introspective 內省 你去看自己 還有什麼叫retrospective 你去回顧過往的一些東西 哇 這整件事是非常之相遇 我不單止是去諒解他的那個處境 因為他帶了腐爛的眼鏡 然後當他去指控我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我沒有立刻拒絕或者怎樣怎樣 我是去思考我起心動 我的每一下起心動念 我做他眼中的那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的起心動念是什麽 哇 這些回顧的東西實在是太相遇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才令我有一種靈性上的長進 好了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 父子騎爐的語言故事 那麽說從前有對父子 有對爐就趕他去市站 或者帶他回家什麼都好 那本身就 他們三個都在這裏走的 副行止行和一隻爐在這裏走 走到一會兒 走到一會兒 有些老人就在這裏笑他們 笑他們 哎呀 都傻的 他們 有爐都不會騎 那爸爸就說 算了 給兒子騎 OK 那之後呢 就有人見到 哎呀 說這個兒子這麽不孝 自己騎的老爸都不 就是叫老爸走 OK 那之後呢 他們就換了位置了 爸爸騎現在兒子就走了 然後又走 然後有些老人就說 哎呀 說這個爸爸呢 若兒啊 自己牛公馬大爺在這裏坐 然後又逼小孩在這裏走 那之後呢 他們呢 就兩個都一起騎了 那之後呢 有人見到就說 哇 弱速啊 兩個人加起來可能一百磅 然後想騎死這隻爐嗎 OK 那之後呢 他們呢 兩個抬住這隻爐走 這件事呢 就非常之提小皆非 我今天呢 我有一些很大的感悟 就是首先說 這個世界上呢 有時候有些人跟你說一些東西呢 你不要馬上拒絕 但是呢 你亦都不需要很快去全盤接受 你是應該去反思 去回顧 別人為什麽會這樣說 你去想一下別人為什麽會這樣說 去Double Think 別人為什麽會這樣說 同時都去問一下自己 別人說的東西對不對呢 是不是真的 我那時候的一些心態呢 如果你懂得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的層級會提升很多很多的 或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個這樣的遊戲 我正在錄音啊 不要吵愛著 麻煩你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叫一個遊戲 但是呢 大家呢 有時候會不會 可能跟人說話說了一本 有時候呢 你忽然之間有些新的idee想去跟他說 但是之後呢 你可能讓他繼續說 哎呀 然後你忘記了自己心裏的念頭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 啊算啦 忘記了就忘記了 但是我呢 我是誓不敗有的 我是很不甘心 為怎會會忘記了那個念頭 然後呢 我就會不斷在這裏回顧自己 當時一路那個思路 我會跟隨自己那個意識流 可能從我一個 就是早於三分鐘開始 我看到些什麽 我聽到朋友講什麽 然後在想 為什麽我去到一分鐘之前 我會忽然之間冒起一個念頭 我會想去講那個念頭給朋友聽的 小鐘 之後我忘記了 十之有久 我是可以成功地挖回那个念头出来 这些就是一些很典型的 introspection 来省或者是retrospection 回顾 其实做多些回顾 大家的那个灵性是可以长进的 因为回顾其实是跟你自己内心对话 是你去观照自性 用佛家的一个说话 我会觉得是 所以请大家做多些回顾 而wish我今天 在太阳响相遇做最后一天 我竟然做了这个非常之retrospective 或者introspective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之有趣的 同时 我也都想分享一个 就是一个小小人身 另一个小小人身智慧给大家 话说我以前 就是for some reason 我想过一个racism的course 或者是一个antidiscrimination的course 就是一些反歧视或是反歧视的course 什么都好 我很记得那个instructor去教我们 他说因为有时呢 我当如果你是一个异乡人 就是你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时可能人家做的事是没有歧视你 但是你会觉得自己被人歧视 所以他说呢 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常常去 怎么去摒弃很多的成见 怎么去摒弃很多的filter呢 就是说呢 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这句很正经 他说呢 I want you to die 听到就是说他想你死 但这个die呢 其实是一个wordplay 它是一个acronym 它是抽了die 什么叫die呢 大家记住 Describe Interpretation和evaluation 我记得我上这个course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2012的事 说我这个人我记了10年 所以对了 你想想我记忆多厉害 还有他这句话 他说这个acronym是 那个powerful 就是是几powerful 我记了10年 他说I want you to die D.I.E. Describe 就是说呢 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拜托你不要立刻判断 你去Describe 别人做什么先 是啦 可能他 你觉得他露啤你 你不要这样想着 你觉得呢 你去Describe 别人的那个behavior 你不是Describe 别人心里面的那个想法 因为这样你就会有judgment 但是你去Describe 他一个外在的behavior 你不要觉得别人露啤你 是不是 那个露是你想的嘛 别人可能是纯粹啤你 或者别人是纯粹 瞬大眼望着你 你只是纯粹啤 OK 这个是Describe 然后呢 然后你才去interpret 我觉得这个behavior呢 其实是有愤怒的 所以我会形容它为露啤 这个就是一个interpretation 你怎样去interpret 别人staring 别人瞬大眼睛这个动作呢 好 你第二步先去加这个露给他 先去做这个interpretation 然后你第三步去evaluate 你去审视一下你自己这个interpretation 你去反问一下自己这个interpretation 是不是有根有据的 你明白我的话吗 其实如果我们人生可以 经常做一些这么理性的事情的时候呢 那你那个level会提升很多的 也都是会令这个世界减少很多的纷争 我相信 而这个DIE的过程 迷又是一个introspection的过程 你去审视自己的念头 当一个人 不要太快给自己的起心动念 去牵着鼻子走 而是你有起心动念之后 不用担心的 但是你去回望回这个起心动念 你去将自己抽离 去望回自己起心动念 这种introspection 就是非常之双如座的力量 也是今天太阳响双如座最后一天 给我一个非常之大的启发 因为那位朋友去对我指控的这个事情 而令我做出非常多的introspection 或者是retrospection 好了 那现在 继续去讲一些关于 就是春分的 一些占星的知识 那 我们 太阳离开双月座 那就入了八阳座 而太阳 在八阳座 我们是叫一个弱星的状态 就是exaltation 那我们来附近就开始 不会再那么喜欢去回顾 去变得很spiritual 我们来附近就开始会做事了 全人类的来附近的行动力 那个能量是会大大提升的 OK 那 所以如果你之前很多东西是没有目标 有些东西在自连自叹 失去了一些降劲的话呢 来附近就开始会是一鼓作气 也是那个信心满满 会去成就自己的一些目标 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回那个星盘 一个最特别之处就是 木水盒 木星和水星在双鱼座双合 木星是双鱼座的主星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我们叫做庙的位置 入庙的位置 但是水星是一个刚刚落陷的位置 一个最差的位置 落陷是 而这个上位aspect 就是他们的角度 这个角度是 他们两个是零度之差 就是他们想起来的一格 我们叫做conjunction 那 会 为大家 铺出一条怎样的未来的路呢 就是说 麻烦大家来附近 要 be bold 要 think big dream big 你来附近一定要去 设立一些很高很高的目标 而你不要怕这些目标 你以为会被人笑 或者是没得去达到 OK 大家来附近 不要怕眼高手低 我怕你眼低手低 因为这样 因为如果你眼低的话 那 因为你那个target设得太低 那你便卸做 那么容易可以达到的目标 你便卸做 但是就是因为 如果你设定到那个目标很高 你才会赴出很多的力 去做它 所以就算你最后达不成这个高的目标 但是因为你付出的力是多 那你最后那个结果呢 都 会高过 如果你设定那个目标太低的时候 你最后得到那个结果 你明白我这个东西 哎呀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我当你 你这个月 你想跑target 跑一百万 一百万 OK 那你然后你疯狂在逼自己 虽然 最后你落败 但是虽败又永 你都叫做跑到五十万的单回来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就 哦 算了 我跑两万元的单 那你便卸做 那你最后你便做到两万元的单 最多给你 就是 走什么狗屎运 你最多 跑到三万元的单 但是三万元你远处 远远都不够你五十万 OK 那我告诉大家 来附近 at least是这一季 before 下次之前 麻烦大家 一定要dream big be bold 因为呢 其实这个 这个木水合相遇的声像 是 非常之 啊 就是呢 我不要说它漂亮不漂亮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去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 梦想的话呢 你不去set target很高的话呢 你注定失败 我只可以给这个中局大家 OK 特别特别是 摩蝶又叫山羊座的朋友 这个摩蝶山羊是什么呢 今次不看上升 只是看太阳或者月亮或者其他的恒星 OK 尤其是如果你越多恒星在摩蝶座呢 就越重的 是的 日月金 日月金水火 木土 木土都不是很关系的 啊 土星都可以的 土星都可以的 但是木星就 哎 算了算了算了 我都免得走它这么深入 是的 总之 尤其是日月 但是你越多其他星在摩蝶座之内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接下来越是悲观 失败主义 觉得自己越不够了 哎 算了 我救救机器 蒙运过关 你注定失败 但是如果你直接你够僵 你觉得我自己 我接下来要变下一个李嘉诚 就算你变不到李嘉诚 你都起码可以变 有些什么chip的富豪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一个chip的富豪 OK 那还有 在春分的那一刻 即是23点33分 因为始终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新一年的 exact moment 新开始 那大家 做些 就是positive一点的行为 不要说那时候去发生什么性行为 或者那时候去 就是做些坏东西 是的 是不是 就是 你都想起一个好的开头 那时候可能你去做一些宗教的行为 或者如果你不想做宗教的行为 你就去做些训练 是不是 等你和这个宇宙的力量它不会有一个双违背 你明白吗 好头好美 就是你当作一个好的意头 什么叫意头 就是意头意头 为什么是个头呢 为什么我们不叫意尾呢 是不是 好 如果你正在睡觉 你发个好梦 那就是 good for you 但是 如果你说 如果我那时候发恶梦 那怎么办呢 那我回答你不了 还有 也都有一件事想恭喜大家 就是说 记不记得 我在 可耐之前 就说过 冬至一直去到春分 大家要小心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看 螢光幕的右上角 I guess 是的 就有一张Q卡 我之前出的那个影片 大家到今天 开始终于 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些什么东西 被东西去摘死 这样的动势 好 那接下来就祝大家 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还有 不好意思我 我希望我不会讲得有 有任何的乱 因为 again 我没有稿的 还有 今天始终 太阳 最后一天是双鱼座 它都可能会令到大家的思绪比较混乱 梅光反照 所以最后这一天 就要把双鱼座的力量逼出来 那可能令到大家会有少少的混乱 因为双鱼座 也都是主管一些 施水的不清 一些 开口夹着力 一些这样的 情况 的 一 一 一 感谢观看